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 安大略省长杜格福特今天下午宣布 安省约克区地区以及温沙、艾塞克斯地区 将于下午1,也即是12月14日开始 再次转为安省政府五色抗疫等级中 最严重的等级灰色抗疫等级 也即是封锁级 这次的封城将会至少持续28日 根据安省政府的规定 与多伦多以及皮尔区一样 处于灰色抗疫阶段的地区 将会禁止餐厅堂食以及露天用餐 只能提供外卖送餐服务 需要挂闭健身房以及理发店等个人护理服务 另外,材超市等生活必需品商店外 所有非必要的零售商店以及商场 均只能提供倒店自取服务 温沙卫生局也临时宣布 自下周一起,所有学校将会挂闭一周 学校课程改为网科 一周后直接进入圣诞加期 针对不同蔓延的疫情 多伦多市长庄德里表示 安省政府及教育局将会考虑 延长学校的圣诞加期 以帮助减少病毒的传播 安省卫生厅长叶丽雅表示 将一个地区列入灰色封锁地区 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但为了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这个是没办法不做的决定 他又表示 即将进入圣诞和新年加期 对于所有民众来说 减少出行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对于减少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万感市市长舍加平表示 支持省医疗官将药克和温沙艾塞克斯地区 列入灰色封锁地区的决定 并对于封城后的疫情控制抱有信心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药克区每日平均新增加193个新冠病例案例 已经接近多伦多的平均感染人数 根据温沙艾塞克斯地区的报告 过去一周平均每日新增加79.8个感染病例 药克区主要的医院于周二就发出声明说 医院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和修正 已经感到不堪重复 万感市多福医院和南湖地区的医疗中心 也都表示医院的病人容量 已经达到爆满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